凌晨5点钟肚子饿得难顶是怎么办呢 把我姐姐拎出来请她吃便利店 今天消费由我买单 我先来一个这个炸猪排棒寿司 姐姐选了一个糖心蛋 快到早餐点了 再来一个这个蛋黄酱面包 珍珠奶茶味的冰面包没有吃过 买一个尝一尝 姐姐又拿一个我上回买的鱼香肉丝饭 今天小眼要选一个这个椰汁 突然看到这个在促销第二瓶便宜 再来一个 再要一个这个鸡排和一个这个鸡桶 看这名字 芝士鼠尼鸡肉棒 看着好棒啊来一个 要结账的时候才注意到 我们有买主食 再买一个这个孜然照烧肉饭 买了这么多花了小一百 今天也算是一个便利店百元挑战 令人这一旦满满的幸福 回家去咯 一份平平无奇的 这算早宵夜吗 就准备好了 咱先来尝一口这肉 有那种烧口的感觉 你们的小菜搭配的 特别符合国人的口味 配的是小大菜 咬一口这个所谓的 芝士芋泥鸡肉棒 一口咬下去里面满满的芝士 真的是爱来了 再来看一下这大鸡腿 满满的都是肉啊 再咬一下这个半熟一子 看看这蛋黄太棒了 不知道你们信不信 刚才吃完那份饭 我居然饱了 有点吃不动了 这个寿司和这个面包 我就留着明天再吃吧 不过当然这种甜品 是不能错过的 我从之前就听说了 博森的这个冰面包很好吃 我今天终于买到 我要来尝一尝 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奇怪啊 也可能是我口味没买对 买的是珍珠奶茶的 感觉就怪怪的 不过这里面居然有珍珠 但是这个面包是真的不好吃 踩雷了踩雷了 把这些没吃完的放到冰箱里头 然后就准备睡觉去了 给大家看